心律法师 七夕节化 修行人应如何对待情感 今天 是农历的七月初期 是我国汉族的传统节日七夕 因为此日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少女 而节日活动的内容又是以蹊跷为主 故而人们称这天为蹊跷节或少女节 女儿节 仙云弄巧 飞星传恨 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路易相逢 变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 家妻如梦 忍故雀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秦关的一区雀桥先给七夕增加了无限的遗拟 七夕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 也是过去姑娘们最为重视的日子 在这一天晚上 妇女们穿针蹊跷 祈福 虔诚隆重 而在金人的演绎下 七夕节渐渐变成了所谓的中国情人节 有的朋友就该问了 七夕既然是关于爱情的节日 和我们出家人 学佛之人有什么关系呢 说到这里 我就不得不提起佛友中常现的一些疑问 修行之人该如何面对 看待和处理自己与俗世之间的各种联系呢 特别是爱情 这就是大家对修行认识的误区 以为修行必须和俗世之间划清一切界限 方能达到修行的境界 殊不知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离世求菩提 犹如蜜兔角 佛法本来就在世间 完全脱离了世间的修行 就如同要寻找虚无缥缈 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一样 是根本找不到的 正如成语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所言 修行中的人 是以自己为忠心 周围有伴侣 子女 父母 亲朋等等 这些好像看起来是修行上的为缘 却也是修行道路上的是金石 能说服感话 甚至引导这些为缘 一起走上修行之路 这就是修行上的进步 假如一个人要修行 却连自己的爱人都说服不了 那他即便是出家消化卫僧 也同样还是摆脱不了情感问题的困扰 而一个证悟很高的人 就可以以心转静 以自己的言行感化周围的为缘成卫增上缘 因为这毕竟是末法时代 正果不易 善之时难寻 记得人身 首先要把人做好 要重拾亲情 友情 爱情 而不是舍离这些 如果人都做不好 又何谈修行呢 心律开示 修行 就是要从点滴做起 从生活做起 从做人做起 我可以做起 我会做起 我当然是想要做起 我怎么做起 我可以做起 就是很想要 那么多 我可以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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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